中南海恩仇录 卷二 毛泽东和刘少奇 作者 金夫子 播讲 夏秋年 第一节 渊源 公元1893年12月26日 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户没有文化的富裕农民家庭 出生了一名男婴 取名毛润芝 曾用名李德胜 子润 二十八化生等 他便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 五年之后的1898年11月24日 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村的一户没落地主家庭 出生了一名男婴 取名刘卫黄 曾用名刘卫黄 胡福 赵芝起 刘仁 陶上行 莫文华等 他便是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韶山村和花明楼虽然分属两个县份 但相隔却只有九公里 并共同拥有一座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山峰 韶峰 韶山冲坐落于韶峰南侧 花明楼则坐落于韶峰西面 相传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顺瑶时候 这里产生过中国最古老 也是最典雅的音乐 韶月 可惜韶月早已失传 后世无从发觉 大约是韶月残存的余韵 凝结为山林物葬 久未散去的缘故 使得乡中平原上的这块山地 在上世纪末 本世纪初 滋生出一股不祥的帝王灵气 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的老家虽为近邻 但他们在青少年时代并不相识 1913年 毛泽东二十岁时考入长沙第一师范 不久给予通创 蔡和森等人组成西民学会 开始革命造反活动 1916年 刘少奇十八岁时考入长沙第一师范 虽然是在同一所学校读书 又都属于不安心读书做学问 而热衷于改造社会 改造国家的激进青年 而且还都属于湖南人中的高大汉子 毛泽东一米八二左右 刘少奇一米八零左右 但两人仍未熟识 两人倒是于同一年 1918年离开了长沙第一师范 各自去了北平 毛泽东雄心勃勃 第一次进北京却很不得志 还是亏了恩师杨怀中教授的推荐 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 直低心少 生活轻苦 北平藏龙卧虎 名流云集 他一个师范一夜生实在不算老几 他不甘寂寞 也不愿飘洋过海去法国勤工俭学 在北京混了几个月 于1919年初绕到上海 还是借了路费才返回长沙的 回到长沙 毛泽东便如鱼得水了 俨然成为青年领袖 他一面在一家高级小学任国文教员 一面与人创办革命刊物 相将评论 成立文化书社 煽动罢工罢课 以响应北方的五四运动 1920年 他进而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湖南共产主义小组 自封领袖 1921年 他作为湖南代表 列席了在上海秘密召开的中共成立会议 出席会议的只有13人 而湖南的正式代表为何淑恒 之后 毛泽东返回湖南 从事过一段工运 不久转向发动湖南农运 中国历来的一些豪杰 都靠率领农民起义军打天下 做天下 毛泽东对此深信不疑 革命青年刘少奇呢 1919年在北平和宝定参加五四运动 后来转往上海外国语学社读俄文 1920年 他返回长沙 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并参加勤工俭学团 他没有像周恩来 邓小平等人一样赴法国 而是被保送到苏联深造 1921年 刘少奇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加入共产党 那是一所专门培养中共高级干部的学府 1922年返国 从事工人运动 并很快与李立三等人一起 成为著名的工运领袖 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等职 毛泽东在湖南从事农民运动 刘少奇在平乡 上海 武汉等地从事工人运动 正是农运 工运 湖南的两位青年领袖 在中国革命造反的大舞台上展露头角 两人之间也仿佛开始了一场心照不宣的权力追逐 1923年 中共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 中国国民党也在广州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两党决定合作 身为中共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刘少奇 受中共指派 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也是在这一年 身为中共中央委员的毛泽东 也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并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925年 毛泽东从上海返回湖南 组织农民协会 并在老家建立中共韶山支部 期间曾被湖南省督军赵恒替的部下捕获 却侥幸逃脱 再次投奔广州 钻入国民党的怀抱 当了一阵子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 并主编政治周报 不久又兼任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所属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毛泽东当然不会服务于国民党 而是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内发展中共组织 培养了大批中共干部 当时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 叶剑英责任教官 其余像叶蓉珍 陈毅 林彪 陈庚等等 都是黄埔军校的高卒 打着国共合作的旗帜 周恩来和毛泽东 刘少奇们就像一个个的孙猴子 钻进国民党这位铁扇公主的肚皮里去大展拳脚 有趣的是 在上海得到国民党密切配合从事公运的刘少奇 也于1925年返回了湖南 也被湖南省督军赵恒剔的部下捕获 他没有毛泽东那么幸运 能够逃脱 而是被投入了监狱 依着赵恒剔的脾气 向毛泽东刘少奇这类相及共党投面人物 一旦抓获 总是格杀勿论的 刘少奇被快速审讯 并由赵恒剔批准出以死刑 幸而宁乡刘家祖艳犹在 长沙一批有权有势的人物 包括赵恒剔的几位亲信药员在内 纷纷出面替刘少奇求情讨饶 赵恒剔也得罪不起这批湖南政要全身 只得收回成命 并送刘少奇一套四书 以驱逐出境 出湖南了事 刘少奇算是在枪口下捡回一条性命 并投奔到广州 借重国民党的卵意 继续从事公运 不久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代委员长兼秘书长 成为全国公运的最高领导者 应当说 在整个二十年代 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一直高过毛泽东 毛泽东只是一名湖南地下党的领导人 而且连地下省委书记都没当得上 刘少奇则时而广州 时而上海 时而武汉 时而天津 指挥全国各地汹涌澎湃的宫巢学潮 呼风唤雨 神出鬼没 叱咤风云 1927年 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实施清党 在全国范围内捕杀共产党人 该年8月1日 周恩来 朱德 贺龙等率部举行南昌起义 打响了工农革命的第一枪 10月 毛泽东在湖南领导秋收暴动 之后率领5000多名用缩镖鸟冲武装起来的农军上井冈山 建立水泊梁山市根据地 开创了中共武装割据的局面 正是在井冈山上 毛泽东成为了中共重要的军事将领之一 表现出了他卓越的农民游击战争才能 从1927年到1934年的七个年头中 井冈山根据地被国民党军队围剿了五次 前四次 中共工农红军都反围剿成功 根据地日益扩大强盛 中共中央机关也从上海秘密迁来 成立中央苏区 但毛泽东在井冈山上的军事领袖地位并不稳固 他只指挥了头两次的反围剿战役 就被上海来的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等人撤销了红军政委的职务 要不是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 李立三 徐秋白 伯古等人均先后犯下左倾盲动的错误 特别是周恩来 朱德等人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指挥失误 导致工农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大逃亡 也就是中共后来所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毛泽东至多只能成为一名类似陈毅 刘伯承 贺龙一类的军事将领 这期间 刘少奇走的是领导城市地下党斗争的路线 刘少奇似乎始终对枪杆子兴趣缺缺 1928年 刘少奇出任中共中央工运委员会书记 当时中共的军运书记为周恩来 农运书记为澎湃 是为中共两支最重要的实力 1928年夏天 刘少奇赴华北东北地区发展地下党组织 兼任河北地下省委书记 1929年调任满洲地下省委书记 成为中共最早的地下东北王 期间在奉天 金沈阳 被东北军少帅张学良的部下逮捕 由于处在日本侵略军图谋侵占东三省的前夜 张学良将军出于民族大义 对刘少奇等人手下留情 以煽动公朝证据不足予以释放 这样 在刘少奇的个人历史上 经历了两次被捕 死里逃生 第一次是1925年湖南都军赵恒剔的刀下留情 第二次是东北军少帅张学良饶了他一命 可是到了40多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 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刘少奇 被毛泽东的中共中央专案小组 挖出了他这两次活命的丑恶历史 被毛泽东判定为大叛徒 大内奸 大公贼 死无葬身之地 那是后话 1931年 刘少奇第二次赴苏联取经 回国后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2年 刘少奇奉党中央之命 从满洲省委书记任上 调入江西中央苏区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他跟当时被罢免了红军政委职务 而只挂了个中央苏区主席虚贤的毛泽东 同住在江西瑞金县城西的沙田坝村 中央苏区只是一块农村根据地 何来的公运可资领导 刘少奇实际上跟毛泽东一样 被党中央赋衔了 两位湖南老乡为革命各奔东西 来到这沙田坝村居住 才开始扯上了乡意 说是在那段日子里 刘少奇常常给毛泽东谈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毛泽东只是熟读了许多中国的古典作品 却从未认真拜读过马恩列斯的著作 刘少奇则已经是党内有数的马列主义理论家 给毛贪其马列著作来 头头是道 如数家珍 毛还敬服这位湖南同乡的性格 为人沉稳 待人谦和 善于思索 沉默寡言 却极具组织才能和指挥才能 过了不久 刘少奇重获党中央重用 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并先后兼任红八军团党中央代表 红五军团党中央代表 以及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 1934年随红军逃离江西 参加长征 1935年1月 在贵州尊义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刘少奇奇致鲜明地站在了湖南老乡毛泽东一边 批评周恩来的指挥失误 力主恢复毛泽东的红军指挥权 应当说 这是刘少奇替毛泽东立的第一功 此后周恩来的中共红军领导者的地位名存实亡 军事指挥权落到毛氏手上 此后毛泽东死死抓住兵权 再没有放手过 1935年12月 中共红军残部抵达陕北瓦瑶补 根据党中央瓦瑶补会议的决议 刘少奇被委以重任 由陕北赴河北去组建中共中央华北局 出任书记 刘少奇真正是一位领导地下斗争的天才 他很快在华北地区统一了号令 打开了局面 他指挥山西抗日新军 创立华北抗日根据地 工作进行的有声有色 正是在华北局书记任上 他网罗重用了一大批地下党的青年骨干 如彭真 博一波 刘兰涛 安子文 李雪峰 蒋南翔 刘仁 徐冰 邓拓 胡乔木等等 形成了他在党内坚实的权力基础 他并选拔文才俊义的胡乔木担任他的首席秘书 有一个至今未能证实的说法 当年岌岌无名的胡乔木 只在上海左翼刊物上发表过短诗和散文 其所以能够得到刘少奇的赏识 是因为胡乔木献给刘少奇一首尽身的词作 气缘春雪 使刘少奇大感兴趣 该首词作极富帝王气概 刘少奇不敢略美 收下了刘作日后派上更大的用场 1937年5月 刘少奇返回延安 主持党的白区工作会议 相信这是同乡毛泽东第一次回报他 推举他当了党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代表 毛泽东本人相对而言 自然就成了党的红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了 白区即为日本侵略军占领区 及国民党统治下的广大地区 红区则为中共武装割据的各个红色根据地 在当时的延安 中共的其他领导人 大约都没有注意到毛泽东的这一经过深思熟虑的谋略 将全党工作划分成两大部分 武装斗争与地下斗争相结合 而由他和刘少奇各自代表一部分 老毛深算的毛泽东 不动声色把张文天周恩来朱德王明等人物排除在外了 刘少奇在华北局书记任上 有过一项影响深远的 后来获及他自身命运的重大决策 即1936年 有61名中共北方地下党的重要干部 被关押在国民党属下的北平军人反省院 实质日寇大举进犯华北 平均危在旦夕 国民党方面顾及民族大义 向中共方面提出 只要这批人填写一份自首书 给予释放 以免落入日军之手惨遭杀害 身为华北局书记的刘少奇 当即请示延安党中央 当时在延安主持工作的总书记张文天 在知会了毛泽东等人之后 同意这批同志填写自首出狱 这61人后来都成为刘少奇手下的干将 大大增强了他在党内的实力 至于到了4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 毛泽东背信弃义 把这61人打成叛徒集团 投入黑牢 则是后化了 1938年11月 刘少奇在组建了中共华北局之后 又受命组建中共中央华中局 并在河南江苏安徽一带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 这期间刘少奇在理论上也有了重要的建树 发表了关于白区党组织和群众运动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论党内斗争等著作 上述著作经毛泽东提议推荐 均被列为党内教材 共产党员必读 1939年毛刘的结合更亲密了一步 刘少奇将自己的首席秘书胡乔木 推荐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十分高兴 说那我们来个对等交换吧 你把胡乔木送给我 我把邓丽群送给你 首席换首席 胡乔木邓丽群为中共党内两大秀才 属于所谓的下笔千言 立马可待之辈 但胡乔木比邓丽群更具文采 更适用于毛泽东 刘少奇并把三年前 胡乔木的近身词作 清元春雪也敬献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越后大为集结 赶奋不已 这确是一手登基之作 可留作日后派上大用场的 可以说从敬献秘书到敬献辞作 刘少奇向毛泽东敬献出双倍的忠诚 1941年1月晚南事变发生 华中新四军禁旅 陷入国民党军队重围 二万五千人马被一网打尽 中共中央立即任命刘少奇为新四军政委 率同陈毅 饶树石 苏毅等人 重新组建新四军 使之重新成为一支插入国民党心脏地带的武装力量 在数年之后的解放战争中 这支新四军发展壮大成中共第三野战军 为徐梦会战 中共称为淮海战役共军主力 为中共政权的建立 拿下了关键性的一意 1943年 刘少奇返回延安 正式进入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他越过张文天 周恩来 朱德 陈云等人 成为实际上的中共第二位的领导者 他的名分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他全力协助毛泽东 开展历史两年清除异己的延安整风运动 也是在1943年 刘少奇在党内第一次提出了一个 令中共其他领导人怪不顺耳的新名词 毛泽东思想 从而在理论上奠定了毛在党内军内的最高领袖地位 外国有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中国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一下子被提升到共产主义运动导师一级 而且超越了斯大林 何乐不为 斯大林领导苏共20多年没有称思想 毛泽东领导中共才短短几年就称上了 刘少奇并进而发明了一个公式 马列主义加中国革命实践等于毛泽东思想 刘氏的这一全新的公式 难免在党的高层受到抵制 甚至嘲讽 张文天 博古 王明 何凯峰等人嗤之以鼻 而包括朱德 彭德怀 贺龙 陈毅在内的许多军事领导人 也都觉得刘氏雍毛 未免有吹捧拍马之嫌 毛泽东本人对于毛泽东思想一词和刘氏公式的提出 自然心领神会 十分受用 名词和公式一旦提出 他就不怕战友同事们接受不接受了 那只是时间问题 通过整风运动 你们不服气也得服气 整风运动中 毛流亲密配合 受益情报部长康生及其手下人马 把延安的干部们一个一个审查了再说 又称为抢救运动 大抓叛徒内奸特务 叛徒特务一抓 原王明麾下的人马 原张国焘麾下的人马 立即被清除冷治 顺带着也压制住周恩来派系人马 朱德彭德怀派系人马 破他们俯首称臣 各路大员均被一一召回延安检查思想 统一认识 周恩来三次从培诸重庆回延安做检讨 交代问题 划清与王明路线的关系 彭德怀也从山西太行山八路军总部 回延安做检查 长达五十天才过关 毛泽东欣赏刘少奇 看重刘少奇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这位老乡靠工运起家 长期热衷于党的地下工作 而不热衷于军事工作 不抓枪杆子 在军内也没有派系 不会构成潜在的威胁 周恩来则不同 周被外国人称之为中国工农红军之父 旗下黄埔门生 战将如云 周才是潜在的权力挑战者 只好派他常驻重庆去当谈判代表 去巧舌如簧 跟蒋委员长周旋 从刘少奇方面来说 拥戴毛泽东 辅佐毛泽东 所获得的政治权利是相当可观的 如果他不立排众议 毅然决然地高举起毛泽东思想这面崭新的旗帜 并帮助毛泽东清除党内障碍 名正言顺地取得中共最高领袖地位 1943年之前 毛的地位名不正言不顺 他刘少奇一无可能成为党的第二领导者 中其一生 不过一名政治局委员 方便大员而已 通过延安整风运动 毛刘两人亲密合作 排除了一级 统一了党内派系 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无人亏去 刘少奇更进一步提出 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政治工作的指针 刘少奇至于毛泽东 是有大恩大德了 毛泽东也做出了回馈 他组织手下的秀才们 起草一个全党的刚领性文件 来肯定刘少奇的功绩和地位 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文件在全面批判 否定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瞿秋白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 张国焘逃跑主义 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 加宗派主义之后 提出了党的两条正确路线的代表 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苏区武装斗争路线 一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的白区地下斗争路线 这两条正确路线相结合 而使全党统一思想 统一意志 统一号令 统一策略 统一行动 1945年4月 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 通过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毛泽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拥戴和崇拜 刘少奇代表党中央 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第一次在党章里列入了 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并号召全党全军 跟随毛泽东同志前进 毛泽东在会上被选为 党中央政治局主席 党中央书记处主席 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党中央报刊编辑委员会主席 及四个主席于一身 真是过足了主席隐了 党中央领导人的新的排名顺序是 毛泽东 刘少奇 朱德 周恩来 陈云 第二节 基石不正 1945年秋天 抗战胜利结束 基于美国友人的权力撮合 毛泽东在周恩来 林彪 林博曲等人的陪同下 赴重庆与蒋中正谈判 实施国共合作 讨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成立联合政府等事宜 为防万一 毛泽东在离开延安前夕 正式宣布刘少奇带行他的党政军领导责任 一旦毛氏在重庆遭到不测 刘少奇即为全党全军最高领导人 毛泽东在重庆住了五十来天 非但没有遇到过什么不测 而且十足的风光排场 他跟蒋先生相谈甚欢 蒋先生还特意派飞机去延安将江青接到重庆来 替毛江补办了婚礼 毛泽东则在酒宴上 当着蒋先生的面 举起酒杯高喊了蒋委员长万岁 毛泽东当然不忘自己的帝王梦 那首据传为胡乔木献给刘少奇 刘少奇又竞成给毛泽东的词作《沁元春雪》 毛泽东终于派上了用场 他首书一份交由重庆的新华日报率先发表 沁元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往长城内外围鱼茫茫 大河上下顿诗涛涛 山舞银蛇圆池蜡象 玉与天宫势比高 虚晴日 看红装素果 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交 引无数英雄静折腰 西秦皇汉武 略书文采 唐宗宋祖 稍训风骚 一带天交 成吉思汗 指食弯弓射大雕 巨王矣 属风流人物 环看今朝 1936年2月 毛泽东这首词作发表后 立即风靡了陪都重庆 很快传遍了整个国统区 大报小报 竞相转载 家评如潮 贺者如云 包括当时诗坛的领衔者 刘亚子 邵立子等 均纷纷东施笑评 更有一般 五文弄墨的学者名流 称颂毛泽东的这首词 作为千古绝唱 据既往开来的 辉红气概 帝王风范 据王矣 属风流人物 非毛泽东莫属了 一时间 毛泽东靠了这首词作 仿佛一下子高过了 略书文采 稍训风骚的蒋委员长 说是事隔46年之后的1992年 胡乔木老人 与北京病逝前夕 有朋友问过他 要不要最后声明一下 这首词作的 援助者的权益 胡乔木笑而不答 未是可否 仔细后话 1946年秋天 国共两党各怀意志 合作破裂 在全国各个战场大打出手 战事从争夺东三省开始 不久 蒋委员长的嫡系精锐 湖中南部20万大军 大举进脚延安 毛泽东雄才大略 将中共中央机关分成两大部分 他委托刘少奇朱德 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 由刘少奇任书记 率领中央机关干部过黄河 进入河北省的冀中根据地 形同一个影子内阁 为夺取全国政权做准备 毛泽东本人则率领周恩来 任毕石 彭德怀等人留在陕北 以25000人的野战兵团 跟湖中南部20万大军周旋 并遥控全国各大战场 毛泽东自知 他自从在井冈山上指挥过 第一次和第二次反围剿战役 以及长征后期指挥过 几次小的战役 进入延安后的十余年 他一直属于纸上谈兵 一门心事地在经营党内权力 清理党内派系 再没有亲自领兵打过仗了 在这决定国共两党 成败命运的全面内战中 他是非亲自上阵 亲临指挥不可了 毛泽东靠抓枪杆子起家 此时也唯有紧抓住 中共各路军队的统帅权 才能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 至于他把周恩来留在自己身边 任参谋长 一是因为周氏掌握着 中共的军事情报系统 红色特工们 早已分头打入了 国民党的军事要害机构 非周氏亲自指挥不可 二是中共各路大军的重要将领 除一野的彭德怀外 二野的刘伯承 邓小平 三野的陈毅 素裕四野的林彪 罗容环 加上华北野战军的徐向前 聂荣珍 大都为周氏当年旅法支部的成员 或是周氏黄浦军校时期的高祖 要统一指挥各路人马 非得到周氏 攘臂相助不可 三是毛泽东必须掌控住周恩来 他即使是战死疆场 也要拉着周氏陪葬 自己一旦出事 刘少奇还真的管束不住周氏 周氏一定会伺机 取而代之 1947年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 年届五十的刘少奇第五次结婚 他的第一任妻子为何宝珍 第二任妻子为一名俄国女子 第三任妻子为王前 第四任妻子为中共元老林伯曲之女林访英 这第五任妻子为天津名门闺秀王光美 王光美的年龄比刘少奇小了23岁 北平辅仁大学高材生 然而这却是刘少奇生平最感幸福美满的婚姻了 用刘少奇后来的话说 他的五次婚姻都属明媒正取 办清了手续的 言外之意 毛泽东的五次婚姻都是不清不楚 先睡后取 而且没有办手续 此处解释一下 有关刘少奇的婚姻状况 存在若干种不同的说法 有兴趣的听众可以自己搜索研究 我们在这里就不必深究了 1948年 毛泽东所率领的中央军委与刘少奇所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集中根据地会合 这样党军大权又重归毛泽东一人掌握 刘少奇受命去领导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反监除霸 同时负责编辑审定毛泽东选集的文稿 问题就出来了 文稿中的大部分篇章都不是毛泽东本人所撰写 而是由他人代彼 毛只是做了若干修改而已 特别是最重要的两篇著作 《矛盾论》 《实践论》 完全出自张文天 胡乔木 陈伯达 康生四人合传 又以张胡二人为主 毛泽东只是做了十二处小的修正 白纸黑字 有元首稿为证 但毛选中若不收入上述两部奠基巨注 何以乘其毛选 刘少奇经过冥思苦想 终于想出一个两权之法 在上述两部著作后边加一个批注 说明一下张文天 胡乔木等同志参加了写作 是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 但此事必须得到毛泽东本人的认可 可是当刘少奇把这一折中办法 向毛泽东汇报出来时 却立即引起毛氏龙颜不悦 算不算谁的著作 你们看着办吧 但我从来不是在代表我个人干革命 我这个党主席是中央全会选举出来的 是不是 刘少奇在毛泽东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 他不再提出注视之事 毛选四卷红文编定出版 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石 到了1956年中共效法苏共反对个人迷信时 毛选中的重要篇章的署名权再次被提了出来 党中央不得不委托陆定一康生二人去处理 可是陆康二人发现 矛盾论实践论的原首稿已经遗失 剩下的只是毛泽东秘书的手抄件 物证消失 问题也只好不了了之 可见毛泽东心里有鬼 早让手下的人销赃灭迹了 回到国共内战局势上 扑乎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袖们意外的是 短短两年半时间通过辽审平津淮海三大战役 中共夺得大陆江山定都北京 载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刘少奇朱德等人出任副主席 州市担任政务院总理 实为一名红朝宰相 第三节中南海大家长 刘少奇稳住了党政第二把手的高位 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 他和朱德陈云彭德怀等人都随毛泽东 住在中南海丰泽园内 周恩来则住在中南海西北角的一栋旧宅 西花厅 丰泽园本是前清王室眼耕齐年之所 由十来座公院式建筑物组成 毛泽东的住所名菊香书屋 自然是其中最为宽大舒适的一座 刘少奇一家住在福禄居 朱德一家住在韩河堂 彭德怀一家住在永福堂 正是旧宅名不改 新贵人住来 刘少奇的福禄居跟毛泽东的菊香书屋 仅一墙之隔 视为紧邻 晚饭之后到中海与南海一带的柳堤上散步 两人都经常相遇 在石墩上坐下了吸烟商谈大事 刘少奇工作勤勉 清廉严谨 且赋予马列理论修养 还兼具经济治国方略 很快在中共中央机关树立起了微信 在这同时 他也不露声色地经营起了自己的党务系统 把一批原先他主持华北局所提携的青年骨干 安排到了党政重要岗位上 彭真出任首都北京市市委书记兼市长 安子文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薄一波出任主管财经的国务院副总理 刘兰涛出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等等 这期间连毛泽东都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赞叹 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刘少奇在经济建设等治国方针上 却开始与毛泽东意见相左 刘氏早在1946年即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新阶段论 当时也获得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旨在取得全国政权后 党的工作重心应从农村转向城市 转向全面发展生产力和繁荣经济 等到打好了经济基础之后 再来发起改变生产关系的和平社会主义革命 这本是符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 只有在极大的繁荣了社会经济的基础上 才能实行改变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 第一个背叛了马克思的是列宁 所谓的列宁主义就是贫穷革命论加暴力万能论 而在中共党内刘少奇认同的是马克思 毛泽东认同的是列宁 甚至比列宁的主张更荒谬更激烈 提倡暴力就是一切 以战争方式改变生产关系 以人海战术进行经济建设 中共建政初期 刘少奇一度雄心勃勃的企图 实行他的新民主主义新阶段论 温和渐进的经济建国方针 在城市鼓励资本主义经济 在农村发展富农经济 1949年冬天 他去到夫人王光美的老家天津市 接见一批工商业资本家代表时说 在现阶段 我们要鼓励资本家剥削 鼓励大家赚钱 因为只有允许你们剥削 工厂才能照常开工 工人群众才会有工作 有饭吃 不致失业饿肚子 我们城市才会秩序安定 在这个意义上看 我认为资本家的剥削 非但无罪 而且有功 刘少奇在天津的高论 传回北京毛泽东耳里 自然引起极大的不满意 资本家剥削有功 奇谈怪论 马克思主义跑到天津去了 是马克思还是牛克思 不久 刘少奇更有另外的言论 引起毛泽东的不悦 那是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 观赏了一部 由香港左派影业公司拍的影片 清宫秘史后 随口评论说 反映物须变法 光绪唯心 抵御外物 是爱国主义的影片 毛泽东也携江青同志 尚未称夫人 名不正 言不顺 只能称同志 审看了清宫秘史 之后 毛泽东慎重其事的 给中央政治局成员们 写下一封信 不点名的批评了刘少奇 有人说 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影片 我看是卖国主义 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 刘少奇没有替自己的观点解释 答辩 相忍为党 相忍为国 这是他应有的修养 最令他吃惊失望的是 毛泽东无视 1946年中央政治局通过的 新民主主义新阶段 经济建国方针 而执意推行蛮横的 社会主义改造政策 以专制性手段 改变生产关系 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 他自知无力反对 也别无出路 他只有紧跟毛泽东 拥戴毛泽东 在党内的地位才会稳固 日子才会安宁 此后 他兢兢业业管党务 管党的组织工作 甚少过问意识形态领域的事 不再对任何文艺作品表示看法 正如他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而从不过问军队工作一样 这两样都是毛泽东的权力禁联 不容他人涉足的 至于中南海内的另一实权人物周恩来 更是谨言慎行 世事小心 在毛泽东面前恭恭敬敬 竭尽忠诚 于是在中南海内 形成有趣的权力格局 毛泽东高高在上 均临一切 党务系统的刘少奇 与政务系统的周恩来 则在毛泽东面前唯唯诺诺 比赛忠诚 至于刘州之间 则表面上相互尊重 实际上互不买账 偶尔还相互拆台 是以颜色 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做的文件批示 往往在国务院被打折扣 周恩来事无巨细 均越过刘少奇 直接听命于毛泽东 周氏内心里 一直不认刘少奇为老己 论资历 论功绩 论人士 都轮不到你刘少奇做第二把交椅 也好 半军如半虎 迟早你刘氏要保长虎威的 刘少奇则深知 周与毛在井冈山上结怨甚深 毛对周只有使用而缺信任 熟悉党内斗争规律的刘少奇自然明白 自己与周恩来保持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 其实对两人都有好处 假如两人关系密切 毛泽东一旦生疑 就对两人都大大不利了 我们可以说 当年毛泽东启用刘少奇 就是为了降低周恩来 制衡周恩来 毛泽东使用周恩来也是为了牵制刘少奇 慎防刘少奇 权力的天平必须由毛泽东亲自掌控 毛泽东熟读资质通鉴 深知帝王权术三位 对党政军大臣的信任 绝不可以一边倒 这次拉甲批矣 下次则拉矣批甲 亲疏有度 不让任何一方得势作大 不让任何一方得势作大